作词 李宗盛 日暮清晨带我风吹电车 黑夜最冬眼里的那团黄 将岁月的难染缩成彩虹 毁别过青春一月握紧的远方 顺着体会从没有停止生长 我一直在路上 在奔腾不息的方向 当天地荒物走出天亮 面对太阳悲伤就能忘 我们都在路上 从年轻奔腾到沧桑 追逐威胁的日子漫长 一生静静 却拥了时光 明天地草 每例子都在开网 开网 明天地草 似乎 明天地草 晋诺 灿烂 谢谢你的威风大鼓 来 喝鸡水 不客气 不客气 喝呀 这就是你积极推行的舞会啊 你看大家的积极性多高啊 这两个不太熟的一男一女 搂着跳舞 搂着搂着不就熟了 熟了 干什么 熟了 还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回去了 你竟然敢让我跳这种舞 我必须要严肃地批评你 批评我什么 你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对吧 是 最听毛主席的话对吧 是 毛主席在延安跳过这种舞 在中南海跳过这种舞 你这么反对交易舞 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手给我 放松 我们要左脚 我们也去右脚啊 一 二 三 一 对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踩你的啊 没事 没事 接着踩 一 你不跳了 没事 我这脚被痒 来 接着踩 一 二 三 我要是还踩你呢 那咱们就去保城县 接着踩 一 二 三 对 这踩来踩去的 哪有跳舞的样子啊 金三烂同志 我给你跳一支 哥萨克的士兵之舞 那个舞蹈 又蹦又跳 又蹲又转 没几年基本功 可是不行啊 长安清同志 不要忘了我在苏联读的 可是半军事化学校 不得了 Latar 三 三 三 四 五 六 二 四 六 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舞看着才带劲 跳这舞还应该配把马刀呢 一会儿我陪你跳 咱俩的卡门一定不会输给他 咱俩就算跳成一朵花 还能赢他呀 肯定能赢 1 2 3 嘿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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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我输得再挤一遍 两人再挤一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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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得再挤一遍 来 来 我输得再挤一遍 来 来 我输得再挤一遍 来 来 来 我输得再挤一遍 你们可够欢乐的 来 来 跟我说说 昨晚是不是长工 断折金看手 您没撒过手啊 是没撒手 但最后被冯主任那个 士兵之舞 把所有风抖全给抢完了 立舞跳得是真到真吧 忘了还好 停开 你给我站住 昨天办的叫什么事啊 成功 我哪知道冯主任 能从笔记里边看出马脚来呀 不过 我觉得他跳得再好都没用 为什么 你想想啊 他跳的是足舞 但金科长的手被你摸了 腰也被你搂了 你的脚也被金科长给踩了 你们是有身体接触的 你怎么伸出规模的 说清楚了 我是神还是鬼啊 还有可能是妖 没装完呢 还有仙 神鬼妖仙 反正就是不是人呗 你不是骑这辆车来的 你怎么一点东西都没有啊 你又没给我装灵的 我现在给你装 好吗 不好 为什么 我喜欢你签我 金科长 我觉得你这句话有余病 第四个字后面应该有个逗号 你再说说看 我喜欢你 对 不是 先揍我你 你别误会啊 我尽量啊 你不能有别的想法 我 我 我 你 我有了我也不说 你还没说正事呢 你们什么时候去网城县啊 我要提前做好安保预案和计划 你也要去啊 我去给你们站岗放哨 你还有啥意见吗 那是秦岭山脉 到处是悬崖峭壁 你一个女同志怕你身体受不了 别忘了 五四年我穿铁道兵的军装 就是在那儿 我一定好好照顾你 就你 昨天别人跳舞跳的冰天好 你就夹里尾巴跑了 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 你这种人我可指望不上 我承认 我是有一点小心眼儿 只是有一点儿 量点儿行了吧 那人家从小到大 所有的事都是拿第一 昨天 那是第一次 遭受那么大的失败 心里接受不了啊 难怪你大姐从小到大 把你保护得那么严 是怕你不敢面对失败 卧鬼 请领巢 冷 别到时候站不直 去保证县前期勘测的设备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可以走啊 保育科的金科长怎么还没来啊 对不起啊 那个领枪手续多 耽误了点时间 你 不是金科长来吗 那 甄织部临时来通知 调务了点时间 调务了点时间 调务我去了 为什么 那我是群众 保育科不归你管 拿好东西 出发了 喂 汉青 听说经理又冷又湿的 带久了容易得老寒腿 我这儿门买了副呼吸给你 戴着吧 谢谢 我已经有了 汉青 安宁 金灿烂已经给她准备了 还是狗皮的 不过 我没有 谢谢啊 谢谢啊 既然他俩已经对上眼了 你就不要再做无谓的努力 最后受伤的可不是膝盖 是刹 怎么了 我就打个比方 你这儿就受伤了 没事 说好了我去 你怎么说改就改了 我也没有办法呀 常汉青她大姐不同意 我出差 难道还要她大姐审批吗 她可是厂里的董事 企业管理的专家 她的话厂长都要听 那也不能妨碍人家工作 常汉坤董事说了 你现在已经严重地妨碍 她弟弟的生活了 这是误会啊 我当然知道这是误会了 所以才不让你跟 常汉青同的出差 就是为了保护你 避其疯了 然后再说清楚 误会不就消除了吗 还要跟谁说啊 常汉坤董事 她要请我吃饭 是吃西菜 我不去 她大姐说出来的话 字儿不多 但都跟小刀子似的 搜索的 是有些刻薄 但是人家已经下战书了 躲避可不是你这个 战斗英雄的风格吧 心里无私天地宽 你又没跟常汉青同志谈恋 你怕什么 我的意见 还是去 免得她下猜下操心 好吧 进餐来 同志 我知道你平时艰苦普足惯了 吃西餐得穿得正实一点 帮你准备了一件衣服 不要 不要 我妹妹的 她穿得不合身 丢了可惜 改了还破坏了原有的风格 多少钱 我给你 谈钱就生分了 我都说了 要证实一下 谢谢啊 赞兰同志 我知道你去了会很难受 但是你去了 你跟常汉青同志 就断了 这饭怎么咽得下去啊 好 你能来 而且穿得这么正式来 就证明没有什么不能咽得下的 请 来 时间到了 请喝茶 喝茶还得要时间点啊 对啊 茶点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和下午五点左右 这茶怎么没茶叶啊 这是红茶 煮着喝的 你不加点什么吗 够了 不用加 加点调味品 红茶的味道会更醇厚一些 比如伯爵红茶 加了这么多肉扣 味道怎么样 看来你是不习惯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啊 确实有一点儿 不过如果咱们中国的茶叶 在几百年前没有去英国 那他们这种生活方式都不会有 咱们中国已经喝了两千多年茶了 这老子不习惯儿子的生活 叫老土 儿子要是忘了老子怎么过日子的 在我们村 可是要拿扁在销的 你这番理论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您要是爱听 我再跟您说三五个 我今天请你来的目的 是要跟你谈谈我弟弟 咱们边吃边聊吧 余姐 开饭 这肉没熟啊 血都呼啦的 是我让余姐做五分熟的 只有半身的牛肉 保留了最美妙的牛肉盐汁 烤得时间越久 肉质就会渐渐蒸发 肉质就会变得坚硬 鲜美感消失殆尽 我还是喜欢吃卤牛肉炖牛肉 土豆烧牛肉 江山一改 领性难移啊 由此看来 我们是喝不到一块 也吃不到一块 我可以凑合 我们家不凑合 金科长 你的生活方式和试读通道 跟我们家汉清不是一回事 就像铁路上的两根铁轨 永远只能平行 绝不能交叉 要是哪条道一往中间靠 那火车就得出轨翻车啊 娱七 我长老师 我会把手练帮给我 这是要把手练扔的 王妮可 必须没有 那练的回头 沙玺土豆腐 消失 是被你从火车上抓下来的吧 汉青在俱乐部 跳了一晚上的舞 手也是被你抓着的吧 如果这一回 不是我请你到家里来吃饭 你现在恐怕正抓着他 在秦岭山上打兔子吧 您多心了 我跟常汉青什么事都没有 我只是单纯地欣赏 和崇拜他造火车的本事而已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你对汉青的感情 实际就是一种崇拜 汉青对你的爱 多数是一种宠爱 我又不是资产阶级娇小姐 我是半边天 不是继承宠 用不着男人宠 那太好了 只要你离汉青远一点 他就是祥宠 你没机会啊 长工健单厂保卫科长都接通了 二号线 谢谢 喂 你好 我找一下金科长啊 我们金科长不在 他去小白楼吃饭了 谢谢啊 去哪个家 我姐 这不是红的燕吧 同志 麻烦咱帮我接一下江南厂 常用坤家 好的 西朗牛排和臭豆腐 是没法放在一张桌子上吃的 你能明白吗 你能明白吗 汉青的电话 汉青给你的电话 请您告诉他 公事到办公室谈 要是私事呢 我跟他之间没有私事 我饿了 可以吃饭了吗 当然 不知道这五分熟的牛排 你适应不 我饿了 可以吃饭了吗 先把肉切成小块儿 一口肉 一口红酒 这样才有味儿 你们家的吃法 我不适应 好 忘了介绍一下 我们的部队生活 我们有一项科目训练 叫做野外生存 不仅要吃生肉 有时候 还会吃甜薯 请您放心 我说到做到 希望你言而有信 其实 送你这身衣服的人 才是最懂你 最合适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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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你怎么在这儿 从你进小白楼起 我就一直在这里等你了 这又不是微虎山 不至于 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还不至于 欺负你就是对 无产阶级的宣战 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你误会了 哪有什么委屈 是我自己吃不惯牛排 再说了 美国大兵都欺负不了我 他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 常汉坤 就能欺负我了 不可能 惨烂 你好心维护他们 人家却给你下达了 冰冷的驱逐令 你是英王 是战士 是革命干部 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份侮辱呢 必须反击 我也有点不舒服 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 不用了 你太照顾我 别人会说闲话 影响不好 你跟长汉兴在一起 才真的是影响不好 不是我 是指什么量 你会说闲话 你会说闲口 是 闲路 你造的店里机车 能跑多快 应该比普通螺旋架飞机要快 吹牛 我从不哪里想吹牛 还有个梦想是什么 陪我的爱人 白手终了好 这两大神奇的梦想 估计只能在梦里想想罢了 为祖国 为爱人 这是我一辈子的承诺 我从国外买的开饭链 只要一摇 它特殊铃声一响 大家就知道开饭了 女人对男人的爱 真的是从崇拜开始 我一定会没有 你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收到长家请柬 写话题字那种 这你也知道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 没有 不过在你来之前那几年里 有好几个姑娘都收到过 不同的是 她们只是喝个茶 你是吃牛排 她们回来都搭拉着脸 你回来还正常 那我 我应该不正常吗 来 吃饭 喝点水 别噎着 那些姑娘 都是一门心思想跟汉青出对象的 可是 我也没跟她出对象啊 正确的说法 是长汉青没有跟你出对象 只是你纠缠长汉青太监 让大姐很不放心 说是请你吃牛排 其实就是摊牌 简直就是最后通牒 你 我要是你 就让汉青把那副狗皮呼吸换下来 刚好陈凯那儿有一副 换就用一下呗 你好 我也好 金采烂 电话 好 徐大爷 喂 我胖子 还知道汇报长汉青的情况啊 不用他汇报 我自己汇报 狗皮呼吸太及时太保暖了 你把呼吸 根椎盖换一下 为什么 徐大爷 哎 我今天晚上加班 谁的电话都不接 谢谢啊 喂 哦 他呀 上晚班去了 对 这一周的防火安全重点 都在这图上 大家一会儿分头检查一点 是 科长 保诚县长途打过来好多次找您的 只要不是王胖子 都说我不在 是王胖子 我怎么跟你说的 千万小心加小心 怎么还是出事了 我没出事啊 你没出事 长工他们出事 你更敢挨骂 长工也没出事啊 那你这时候我打什么电话呀 你想吓死我呀 就是长工让我给打个电话报平安的 你怎么那么听他的话呀 报个平安还得支持人啊 他 他怎么就那么了不得的 不就是能吃生牛肉吗 对不起 不是说你 我知道 你是在说我呢 你挂电话 王胖子就在身边呢 要是挂了电话 这事可就传出去了 什么事 你为什么临时 把王胖子花来了 还有呢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还有呢 长途电话费很贵 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啊 还有呢 为什么让我跟陈凯换呼吸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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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每天炸炸糊糊干啥呢 哎 这就对了 以后天天这样啊 还有 你一会儿去趟我们家 帮我姐姐把储藏间收拾收拾 另外 这个狗皮呼吸不错 你回头再给我做个狗皮背心 啊 没有了 就这样吧 挂了 长工 太厉害了 厂长都不敢这么跟我们过来说话 走了啊 谢谢啊 哎 陈凯 怎么了 陈凯 你这呼吸是白曼宁送你的 喂 不过他之前是打算送给你 但是金科长给你送了狗皮护膝 他就把这次送给我了 你还别说 这不仅仅膝盖暖和 心也挺暖和的 心也暖和 赶快跟人表白啊 这事也要等靠药啊 赶紧给白曼宁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长途我批准了 好 目前内燃机的输出功率 完全超过于电力机车的 而且 国产的内燃机已经开始国产化 我认为离批量生产也是为期不远的 那照这个发展速度 那么首先突破一百公里的 是我 一百五十公里呢 我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 两百呢 老友 内燃机跟电力机车 一个是代表着当下 一个是代表着未来 这都是厂里的支柱 你能不能把这儿的工作安排一下 去一趟保城县 我去保城县 因为汉青他们来电话说 在调试的过程中 他们从法国机制上 总结出来 直杠直行 直流传动电机的新方案 说对你 目前仿制苏联T33型 有着重大的改进价值 老友 内燃机要高速发展 离不开整流技术 对吧 那么电力机车要跑高速 同样离不开过硬扎实的 地盘走行步啊 所以你们两个不是竞争关系 是合作 所以我希望你尽快去一趟 因为他们的前期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了 好的 我下到了 好 不许去 不许去 人家吴厂长亲自点的 哪能不去啊 他不批你副总师的时候 他怎么不亲自来找你啊 你又不是破抹布 用的时候拿出来擦两下 不用的时候就扔到一边去 吃饭呢 什么抹布啊脱布的 老年新 你非要去是吧 行 你要去 也得是徐树进曹营 来个一言不发 我要是一言不发 我哪能晓得支持电机 在内燃机的改进方案呢 那也不能让他们拿你 当使活丫头啊 龙不懂就不要刚好了 有了新电机的内燃机 一定会比长汉清的电力机 先拿到蒸汽机 是蒸汽机 不是那个蒸汽机 能晓得法 你到那个时候嘛 副总师的位置 还能有啥年 个死样子 喝点 来 够了 来 谢谢你啊 帮我们这么大的忙 这有什么好客气啊 有了吗 这种新式的直直电机的改进方案 我们可能要比你们先突破一百大关的 你没有这么担心的嘛 你突破了一百大关 你好意思不跟我分享你的转向架技术啊 好了 我的前期测试工作就算完成了 我要先回厂 等我带着我们的电力机车 来宝城县正式试车的时候 咱们再见 对呀 可不嘛 再不回去 没准 金科长就学会视频之舞了 可以 可以 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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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下来 长工啊 金科长去里面火器材了 哦 谢谢 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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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别有男的帮你 你就撂挑子 赶紧拉 走 你是在用注目里表达你的感谢吗 你回家的路走错了 你回家的路走错了 有你的路 就都是对的 推车上坡容易 一会儿要下坡呢 拉车下坡不易 你需要我 我自己的路自己走 再难也要自己走 上坡的时候低着头 下坡的时候挺着胸 以后 就不劳架你费心了 你怎么跟三岁小孩似的 说翻脸就翻脸 为什么 我不需要没断奶的娃娃 好 汉青 灿烂 灿烂 汉青 怎么一回来不先回家呀 姐 你看你一顿饭吃的 把它吓成什么样了 我怎么觉得 它越来越有规矩了呢 回家吧 走 我给你拿 没事 我自己拿 累不累啊 累 你这没事 跟人家吃个什么饭啊 跟人家说什么呢 汉青回来了 谢谢余姐 姐 你为什么要请灿烂 来家里吃牛排 你回来是兴师问罪的吗 我没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 想断奶 x5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沧海丧雨天也曾少年 你说永远究竟有多远 一生之间能够凝望一几次眼 轮回的四季带走一年 风干的眼泪军裂思念 一尘风波浪多少潮起潮沫 偏爱的故事多少缘起缘磨 当时光满满奔跑迷茫满的浪 思考遇见你刚刚好 让岁月平落满秒 一场情和尔编绕 每次希望你在对我轻轻的笑 Zither Harp 要是要慢慢奔跑 你慢慢的老 此刻遇见你刚刚好 让岁月平落满秒的 一场情和尔编绕 每次醒来你在对我轻轻的笑 每次醒来你在对我轻轻的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